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有人举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指他污蔑八路军侮辱革命前辈 正好符合官方的态度 中国的一篇文章说 苏联就是被诺贝尔文学奖搞垮的 莫言毕竟是起步的时候是1989 那时候还有点自由度 80年代的这个作家里面莫言并不是最投注的 陈忠实的那个白鹿园 白鹿园里面所暴露的这个真相更厉害了 你看我身边的这些中国企业家 几乎都是把自己的小孩都送到西方去 在中国做企业很可悲的 中国现在的发展确实有些 有越来越多的非理性的迹象 真正的理性就是能够包容人的各种需求 两种逻辑 一种叫逻辑 一种叫中共逻辑 这个社会将来会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视频道理 欢迎大家关注视频道理